我聽說最捨得分手的理由 他在洗澡時放了一個屁 噴出一個套子 噴出了一個套子 哎唷第一者 女友突然間就說分手 男生問為什麼 女生只說了一句 這就是人生 頭都不回了就走了 有一天我去山上挖土 挖了挖著 從土裡面拔出了一個東西 我對她說 哇嗚 這就是 人生 好不好笑 好下一個 腳太臭 OK啊 那我第一個被Fy啊 我家太有錢 有錢 他有錢到要說兩次有錢 今天我女朋友跟我提分手 為什麼要分手 我覺得你以想跟我分手 我就提分手 你應該是這麼想的 看來你女朋友是一個邏輯大師啊 分手吧 為什麼 因為吃秋刀魚 吃秋刀魚怎麼了 因為我的主持人叫做秋達魚 我有看到一個類似的 是說他過世的器人叫 秋刀魚 這太扯了吧 這感覺是為了分手 隨便找到女兒亂掰 下一個 同學分手了 欸你怎麼分手了 他媽媽覺得我長得太渣了 看來你的地板是個媽寶啊 好下一位 奈米屌 OK 謝謝傑哥勇敢的回覆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 我還是喜歡女的 我還是喜歡女的 所以你跟了一個本來是 喜歡女生的女生在一起 後來他選擇喜歡男生 然後跟你在一起 後來發現不適合 又跑回去喜歡女生 喔 下一位 我沒有交往過 OK 下一個 沒理由 直接依據我們分手吧 大哥 我們這影片就是要聽理由啊 好下一位 最扯的分手理由啊 哇 有點長耶 這位想到某娛樂前男友 他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傻眼的人 那時他跟我交往 我跟他年紀有差距 他剛好是試婚的人 為了想結婚 有一天他非常積極的做一件事 他來找我 臉色非常凝重 跟我說 我最近去問算命師 他說我有個非常大的劫難 就是如果我不在29歲以前結婚 我會死在路邊 你可以嫁給我嗎 這個什麼鬼 你現在是在求婚嗎 我傻眼了 這什麼理由 這求婚還是威脅 不解惡他會死在路邊 那麼爛理由他也說得出來 結果我甩了他 因為他會非常爛理由求婚 以死相逼 而且那時我未成 未 未 未 所以一個未成年少女 跟一個即將30歲的人在一起 喂 FBI 再給我 滾 知道怎麼回了吧 我朋友發現的時候 他女朋友的橡皮擦沒了 所以大家換錢我朋友買一下 然後因為夫妻的書曲都關了 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女朋友說 沒有開買不到怎麼辦 然後他女朋友就說 分手吧 我們不適合 結果真的分手了 因為一個橡皮擦結束的愛情 廉價 有一天我老朋友對我說他很怕鬼 於是我叫他男朋友去辦鬼嚇他 麻煩你下次 表情符號可以在中間點一下嗎 但他酸鬼嚇他死 突然他打了男朋友一把散 然後還拿桌子打他 還好我馬上跟他說實話 不然他就會被他打死的 你定下表情符好不好 最後他男朋友跟他分手了 因為他後來沒想到他居然是那麼厲害 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分手的話 一定是你一句話說太長了 好下一位 蹦翔不同 絕不登登蹦快歌蹦不就得的 我問他說他有沒有空 結果我問我閨蜜 他說他們兩個在通電話 果然柵欄部分年齡 頭上還帶點綠 另一半愛上自己的好朋友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電視都演到爛了 現實生活中也遇到多了 我的初戀就是這樣子 喜歡上我的兄弟啊 但是當時我也不太懂什麼 因為我才國中二年級 中二 早上去看動漫 不要談戀愛 你喜歡女生 我喜歡男生 我們的愛情價值觀不同 有道理 所以 最後這位女生 跑去跟女生在一起了 是這樣嗎 OK啊 下一位啊 我遇過最扯的理由 我朋友的女友爸媽鬧離婚 讓女朋友無法壓抑 導致失去理智 也沒出喜歡女生的第二個人格 結果還真的交到女朋友 好我簡單說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 他朋友的女友 因為壓力太大 人格分裂 然後有一個人格是喜歡女生人格 然後 他就變成 女同性戀了 麻煩 下一次 才是既然標點符號好不好 平頓一下 空格也好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時候到了 你是要死了是嗎 看 你是你的生日禮物 展示名牌包 我們還是分手吧 為什麼 我捨不得讓你花錢 我捨不得讓你花錢 親愛的 我捨得讓你花錢 來吧 把左手和右手分開 就分手了 謝謝阿燕教我們沒有用的忍知識 女生說 牙膏要從前面擠 男生說 牙膏要從後面擠 意見不合分手了 所以要解決這個方法就是 使用漱口水 女生說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 因為我男朋友知道了 看這女生是 時間管理大師啊 男友說 你有看三度嗎 沒有玩到分手吧 分得好耶 女生想要一個男生自己的空間 所以我不太管他 男生覺得 女生這樣是不愛他 所以才不管他 男生真的很難懂 管他嫌管太多沒空間 不管又覺得不愛了 到底想怎樣 我才想問你們女生是怎樣 你們才難懂嘛 什麼叫女人心海裡正經度嗎 人格不論人在想什麼 做什麼都不對 好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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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好像我貓在放屁是不是 好臭 肥肥是你放屁肥肥 很臭耶 好 下一個 這是我想要爭功的時候 對方拒絕我的理由 加到對方的Live 對方看到我一本照片 然後說 你看一下年紀太小了 搞得我看起來像跟未成年人交往似的 所以抱歉 幹 老人家惡無了啦 對方說我看起來像國中生 這是好事啊 他不喜歡看起來太小的 那你就去找蘿莉控 像我 長得越小越好 就要長像嬰兒 你是說我喜歡你 哦 分手吧 恭喜你交完了兩秒 發生這也是他的經驗 那是我們的紀念日 我帶了禮物去找他 本來裡面應該放他最愛的我熊熊玩偶的 結果他開心的打開裡面 卻放了三盒保險套 我只能說 還好不是用過的 我只知道高屏溪跟佐水溪告白可是失敗了 因為佐水溪說我們不適合 好 謝謝林彥池冷笑話的下一位 我朋友交我一個男友 結果他男友說 我不是渣男 我只是忘了分手 嗯 很棒 我不是沒錢 是銀行還沒給我 我不是肚子餓 我只是忘了吃 我不是笨 我只是懶得作弊 這位 女方跟男方說 我家的狗不喜歡你 我們分手嗎 你喜歡我對不對 因為我媽媽要生小孩 我們後面沒時間談戀愛 媽媽五十幾歲 你媽媽五十幾歲 我媽五十幾歲 都停經了 你媽五十幾歲還可以生小孩 我最適合理由就是 連一次戀愛都沒有談過 那三路在這裡就是 預祝你2022年繼續單身 我聽說最適合分手的理由 他在洗澡時放了一個屁 噴出一個套子 噴出了一個套子 如果他這樣有那個屁好的話 你不用套子吧 我朋友告訴我的 你朋友就是你啊 不要裝了就是你啊 他表哥是一名標準的學霸加持男 有一次他讀書時 你有叫他幫忙泡泡麵 他自己泡 然後就分手了 這就是創作中的 分手泡 其實分手還會說你已經不錯了 我遇到XXX的 人間蒸發 不切電話 不回消息 現在疫情期間 不知在乎要幫他舉辦喪禮 我覺得喪禮也不用辦了 因為屍體還沒有找到 你長得沒我 你錢你我好看 說說這句話 應該是不想活了吧 他跟你分手前 應該會先毒打你一頓 下一位 摔倒分手 恭喜 前來我曾經酒醉拿到要砍老八 他和他爸吵架 還欠債 我自己覺得男人不行 靠不住 後來剛好他銀行帳戶刷錢 吃炸 騙 請 試 趁機分手 請問你那個講話的節奏是怎樣 只是說恭喜你 離開了恐怖情人 大家要下一位的時候 記得要謹慎一點 下流還來得及嗎 我遇到最適合分手的理由就是 嗨 輸入尋移中 我就要等他輸入訊息 得了一年多 2020年10月5號 人還在嗎 是個小說家 你知道嗎 他還沒解稿啊 你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 我覺得你只是拿我謝慾 國小池摔到腳斷掉 你又因為怕節制而分手 只有我同學慶祝我摔倒分手 罵垃圾 這才是 摔倒分手 我聽過因為男友的家冷氣不冷 當場分手 你是要住男友家是不是啊 他冷氣冷不冷是干你什麼事啊 我的女友因為看我不順眼跟我分手 看你不順眼是怎麼跟你在一起啊 我蠻好奇的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我身材那麼好那麼性感 這些都不重要 你是在辦事那一天才發現的是吧 我媽媽說不要找一個會吃芹菜的女友 還有香菜 香菜也是沒有原因 最難過的理由 就是沒有理由 有啦 你這不知道而已啦 他跟你講而已啦 你給一堆你知道嗎 一堆問題你知道嗎 這樣後發現男方和女方都結婚了 喔 歡迎加入幻七聚的部 最適合是朋友的前女友跟他說 一連十公分都沒有 我不想要乾教育被吃 乾教育被吃 而且還有假高潮這樣 今天叫我辛苦了 我朋友的故事 他曾經交過一個女友 不過後來因為男的偷吃被抓到了分手了 可是他偷吃的對象是女友的妹妹 然後還沒完 跟妹妹叫我沒過多久 然後又一位偷吃分手了 又偷吃他妹妹的姐姐 所以是復合的意思嗎 還是說他是三姐妹 你搞我好亂啊 網店 能發一張自拍照片嗎 好啊 拉黑 抽到分手 安全毛靠頭 在一起八年 從 從之打錯了 不是個從 在八年一起 從甜蜜鎮公 變成陌生人 再從 又打錯了 再從陌生人變成 砲友 再從 又打錯了 我不看了 一般來說分手都是我提的 分手吧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般人你是二般人 我接受不了異地戀 你們要乾脆背著她上學啊 你們要乾脆 衣服穿在一起 你們要乾脆 你們要乾脆把它吃掉 好永遠融合在一起 我朋友她說 她跟她女朋友去台中吃飯 結果她要拿戒指送給她 結果她還是蛋殼 然後我就分手了 在台中吃飯 戒指變蛋殼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你敢分手 我倒是蠻訝異的 你就不怕她真的 請你吃子蛋啊 老婆說 寶貝 你覺得我算不算綠茶錶啊 綠茶錶的第一是什麼 就是長得很漂亮 但是 好你不是 這應該是 最扯的 離婚理由吧 前任說 蛤 你說雙子座我不喜歡 雙子座怎麼了 蛤 雙子座怎麼了 雙子座怎麼了 因為你配不上我 那你去配牛奶吧 你有跟我說她的阿嬤說 神明告訴她 我晚上都會跑去她家睡 神明去告訴阿嬤說 有人去睡她孫女家 哇賽 不能惹阿嬤欸 魔法阿嬤欸 我最近不小心剃掉一邊眉毛 我們暫時不要見面好了 這是她五年前發的最後一條訊息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由此可見 她五年都沒有長出來阿 然後她還沒有前去霧媚 我那樣說她爸 起當 神明錯門 不是 你爸只是想要找你 我讓你們分手吧 阿就是那個男的跟我說 我跟我最好的兄弟 變成同性戀人 我要跟你分手 丟那頭毛 我果然開始小心一下我身邊的兄弟了 最扯的分手原因 分手吧 為什麼 馬桶蓋都不蓋 這個我相信 有曾經有嗨過另一半掉進馬桶裡面 所以男生如果跟另外同居的話 記得養成那個蓋馬桶蓋得很好 習慣 輕則吵架 重則分手 你對我太好了 我沒有辦法接受你 對我這麼好 於是我找了一個不愛我的來糟蹋自己 你能懂嗎 你有病阿 我不是不愛你 而是我昨晚夢到你不愛我 哭得很傷心 所以我們分手吧 你也有病阿 我們分手吧 我手機沒變了 你手機有病阿 我覺得我們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今天早上 一路看來 突然覺得 他長大了 知道我的相機都沒電了 現在換手機繼續 他說我不陪他出去玩 所以我說啊 遊戲要好好打 但是女友要好好的 曾經跟前任在打 的時候 忍不住不小心讓他變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沒有提供這個形容詞耶 所以你噴出來的是 他說他有雙重人格 其中一個人格是喜歡我的 結果他現在那個人格不見了 我有看過這個梗圖耶 這位網友講的應該是那個梗圖的故事吧 被教練發現所以分手 其實他早就出社會了 根本沒有教練這種東西 其實是他的女朋友名字叫教練 被教練發現了 我某Gay朋友 因為男友長痣瘡而跟他分手 對方還說有痣瘡比較緊 有顆粒感你懂個毛 我不懂 我不想懂 一呆 別人愛愛都是先做前戲 但是他會先訪問 看來這個同學是新聞系的 聽說最適合的是 女朋友問男方 21加30也等多少 男方算不出來 然後就分了 我靠 53那那麼簡單 開玩笑 52啦 一直看捷哥不要 被以為是gay 捷哥不要是一個 很有教育意義的影片耶 他是政府拍的耶 看他可以保護自己 你知道嗎 讓我看看 一個高中的網友姊姊跟我說 有一次他偷看男朋友的手機 發現下載了約破軟體 打開後發現約的都是男生 雙性戀的朋友們真的很屌啊 給我兩種感覺 佩服啊 忘記倒垃圾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你太常打錯字 倒 倒 跟曖昧男弟是約會看夜景時 自以為會有浪漫的橋段 好冷喔 都鞋皮疙瘩了 自以為他會給我披上暖暖的外套 隨之下一秒 白悟男一臉笑意的問我 你一首被爆賽喔 有些鬼屋跟異學朋友 原本以為是被鬼嚇到 結果我卻被兄弟的女友嚇到 你好壞喔 我從一位女性朋友那邊 踢男最扯的分統原因 我的前世是一位天庭將軍 天庭要我回去 所以我們無法在一起 我們天庭將又有一隻猴子在亂 所以有緣在聯絡 欸他需要看醫生欸 他是不是有什麼妄想症啊 我聽到最初的分手的理由是 我爸說他中了發票特別獎 所以我不用浪費生命追你了 這沒有分手啊 他還在追耶 結果他回家以後他爸說 我中了特別獎 我不用浪費生命養你了 自生自滅吧 兒子 攻擊女友的Coin Master村莊 你攻擊我的村莊 我還有6000轉還沒轉欸 因為小兒分手 笑死 我下面是平的哪裡小 我只有聽過女生是平的 我 結案啊兄弟 在某年總統大選時 朋友千里當兩人 因為支持了候選人不同 大草一家的分手 因為選舉選不同的人分手 哇這個 政治狂人啊 記得當年選他的人 是拍面說自己Solo的台灣家的你 阿伯錯了嗎 那男人因為他女友看到他穿的內褲是海綿寶寶的 女方因為討厭海綿寶寶寶 所以跟男朋友分手 你討厭海綿寶寶 那我就討厭你 我想不通了 而你想不堪了 老世界上車啊 我起床時 欸我的女友咧 然後我看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男人胃太重分手吧 你要洗澡啊同學 記得洗澡啊 太變態所以才分手 你要慶幸你沒有坐牢啊 才剛交往第三天後 男人突然被送去精神病院兩個禮拜多 最後等不下去 而跟男方提出了分手 我覺得這不是等不等下去的問題 他被送進去你就趕快跟他分吧 他出來你逃不掉那才可怕吧 快逃啊